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妳知道了 除夕之前 湯系都有一個可笑的傳統 就是S跟我呢 要把我們的主持位子 讓給一個人 因為要犒賞他一年來的辛勞 可是對觀眾來講 這就是一個最難熬的小年夜 今天呢 因為來賓都是一些 不常上湯系的人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客人面前 如果我們兩個一直罵他的話 會顯得很失禮 而且因為今天要來的來賓實在太多 所以我們跟他的距離會很遠 要罵他我怕會費太多力 所以我們兩個講好 就是等一下他不管主持有多爛 我們都以平常心看待 然後就是很融洽的 好好的對待我們的客人 你是講說2015 我們就重新做人是不是 2015是和解之年 所以我們大家就和解到 好 那S跟我今天跟... 反正我們不會置身事外 我們就是會好好的陪著我們的 今晚的主持人一起的主持 現在歡迎這兩位 今天的主持人進場吧 歡迎大家 乖… 兩位主持人 你們好 是 你們好 兩位主持人好 怎麼有種小失望的感覺啊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失望 會不會生紅耶 不是 我就不得氣勢的開場 對...有...我們有氣勢的 我們要先最好哪一句 我實在... 好 我實在很不想吐槽 怎麼樣... 你沒有想講什麼 因為我心裡有好多話想講 你不是說要忍住嗎 他們才一出場我就想罵人 不是 等一下呢 我們兩個就要被放到那邊去 OK...沒問題 然後今天我們還找兩位幫忙的人 是... 好的 Alice跟Kid 然後... 我們四個人一起幫助他們兩個人 度過好不好 好 沒有 我們可以罵嗎 可以啊 你不要罵 你們有覺得很老派嗎 他們兩個 有會嗎 因為2015我覺得自己也要趕散 一個人不要亂罵的話 是 所以我也不想講太多 兩位 因為今天中間的客人們 很多都是不是演藝圈的人 所以我們不要在他們面前 顯得演藝圈的人 就是互相很失禮的感覺 所以我們大家融洽相處 他們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我們想要聊的 所以如果漢典跟露露沒有聊到了 我們就好好的跟他們聊到 可以 補充 你們隨時插話 沒有問題 兩位主持人 那我們去我們的位子囉 可以 請休息 好...請你們好好享受 沒有... 他們自己會開場 我們自己有一段開場 好了 準備囉 準備 歡迎收看 康熙來了 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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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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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今天真的太開心了 又來到 康熙一年一度的 小年夜市漢典當家 還有LULU 這個單元是觀眾朋友 最喜歡的一個單元 是 每次到的這個單元 觀眾朋友都會守在電視機前面 對 看這一段表演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只有一個 就是大家都在賭 都在下注說 今年 丞翰典 他可以主持到幾分鐘 但是我在這邊直接告訴大家 今年我會主持完一整集 我告訴你 因為今天我的主持搭檔 是我們主持界的天后 陶日姐 請你試著相信 我愛在愛 不要低下 可以帶個好之塔 你們是盡量攻擊我啊 如果你是主持天后的話 那你把我跟小S放在哪邊 我把你們兩位放在對面 放在對面 OK 你們今天真的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要氣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怎麼樣 不怕 我說不出話 說不出話 或是說不出話 你們想 你們想罵人的時候 就講些吉祥話來帶人 對… 因為今天是小年夜 我不是怕他們罵你 我是怕S過去衝過來打你 你知道嗎 因為說我罵得夠快 那今天其實因為小年夜嘛 很多人都上過康熙之後呢 然後就爆紅 所以今天有一點回娘家的感覺 曾經有5560位素人來上過康熙 對… 但是我們爆紅有多少呢 對不對 很少嘛 對不對 但我們今天特別票選了前十名 對 十名要來回娘家 觀眾票選前十名 不對… 是5560位網友票選560位素人 對 560個素人來賓 560個素人來賓 你現在知道看不懂嗎 對… 好高興啊 這幹嘛 對 對 素素搞錯了 其實你素素搞錯不用講嘛 對不對 觀眾朋友也不知道 好 那今天呢 跟我們 還有KID KID 對付爆紅很久了 對 今年是你的好運年 今年的... 怎麼會不然你放到這裡 滿豐收的一年嘛 對…今年還不錯 是 爆紅跟很久 這兩個字是抵觸的 抵觸是不是 爆紅很久 他爆紅已經很久了一個時間了 一段時間 陳潔一陣子最近爆紅 對 最近爆紅 對 所以說他的爆紅是正在發生 還是說已經過去了 還在 正在發生 你會說一顆炸彈爆炸很久嗎 是很大的時間 代表他的續航力非常強 續航力很好 另外一位 旁邊這一位是爆紅更久了 對 很久了 艾莉克斯 想回家嗎 沒有 不要生氣 不敢直接 OK 那因為今天內容很滿 內容很滿 我們直接來歡迎第一位來賓 但是 你們可不可以有靈魂啊 對 我們是有靈魂 我們沒有靈魂 我們有點交集 我們還是坐 還是坐著好了 坐著... 坐著... 敢坐下 坐著就沒有人撕紙條囉 沒關係啦 我們有一位 因為今年爆紅 我們讓他來讚一下 好不好 就讓KID來服務 為什麼 不要 我不要 你是今天的漢典 對啊 不要 為什麼 這個位置很多人都在排 你要領號碼排的 最近他也要走了 對 對 沒錯 他為什麼跟海賓吵架 最近你要走了 沒有… 我這個位置站久了 就是我的了 不是 你要先領號碼排 你為什麼要走 你為什麼要離開康熙 沒有啦 因為那個也不是說離開 就是說我去上康偉哥的一個節目 對 然後在裡面有一個論點 就是我們要去追求夢想 還是要這個... 守住現在 守住現在 那因為我是站在 要去追求夢想那一方嘛 所以你要走了 我必須要講 所以我就講我的例子 對 所以陳漢典你到底沒有要離開康熙 沒有… 他是沒有 沒有 等一下 你看到他是 他今天想離開怎麼離開 因為我有認真的回答記者說 如果漢典要走的話 我會有點捨不得 可是我支持你去追求夢想 那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就跟你們一起嘛 一起同進退嘛 對不對 麻煩不要聊 觀眾不在乎 對啊 大家不會推有這種事情 好…你去撕板子 我們現在聊的這個呢 是有5560位觀眾表演出 曾經來康熙的560位 民宿人明星當中的 前十名的第十名 沒錯 兩個的非常清楚 對 那我們看一下 第十名是誰 直接開了 不會在暗區啦 不會 好 來 1 2 3 明星臉 曾建勳跟謝承宏 康熙哥 你有印象嗎 這幾個明星臉 如果只看名字的話 你想得起來嗎 看名字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我也想不起來 但是聽說這兩個人 你只要看到臉 就知道了 了解… 像誰 他們已經爆紅其實滿久了 來康熙又在翻新爆紅 那你們也要麻煩KID去門口接他們嗎 當然… 好 沒問題 到那個罐頭門幫我們接一下人 好 KID爆紅這麼久嗎 歡迎這兩位林薛妮 歡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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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我們現在要站下來嗎 我們一起跟他們聊 因為這兩位是長輩 好… 你好 好… 隊長好 隊長好 好 那麼 謝先生 是 你不是那個水族館的老闆 是… 那這樣會不會滿困擾的 譬如說 客人到你店裡這樣 不會啦 因為這1、2、10年來就是這樣子 你們是不是要講一下他們兩個 為什麼會在康熙出現呢 就是因為他們參加一個 明星臉的單元 對… 然後那一集他們的相似度 已經可以高達大概快要 百分之百 非常像的兩位 就回來 就再回來 對 看得出來啊…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不會死 你可能就知道嘛 就是 不要這樣 你不要起啦 別不孫中三先生嘛 對 像我們這個孫中三先生 益仙 益仙 那另外一位就是 王院長 王院長 你好 那個來賓剛進來的時候就是 讓大家知道他們大概的狀況 好 然後就可以歡迎他們入座 因為很多故事等一下 其他來賓都加入之後 在一起聊會比較熱鬧 不然這樣也好嘛 好不好 滿好的 idea嘛 很好的建議 謝謝 選清楚了 謝謝鳳梓湯 謝謝 這麼好的建議 謝謝… 記得 那你接下來再幫我們揭曉 第九名是什麼 請看 第九名是 女友職業 阿喵 那一集呢 就是在討論說 哪十大職業是男生最喜歡的 對 那其中這個職業呢 是當天很有名的一個職業 對 因為那天有一些什麼OL 或是一些作家等等 對 那這個是非常紅的一位 我們先直接歡迎他出場 好不好 歡迎阿喵 哈囉 來 請個麻煩 歡迎阿喵 歡迎阿喵 歡迎… 這裡… 阿喵 阿喵是那個 護士啦 對不對 職業是護士 然後他 沒有 那要先講他的故事 不然觀眾不知道 阿喵就是那個 最近呢 他那個有一個富人從樓上掉下來 然後去幫他CPR 然後爆紅 然後來上康熙 對不對 那最近有持續在救人嗎 沒有人一直掉下來 有在工作啊 還是有在工作 還是當護士 那現在有男朋友嗎 沒有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聽說你上完康熙之後 很多這個 很多人寫信給你或是Facebook 對 就是加我的Facebook 就是留言給我 或是寫信到醫院寄信給我 說要做朋友這樣子 而且裡面這是寫信的喔 還有 不是 不是 還有育友寫信給你 聽說 人美心也美 再跟兩位主持人 我們對故事要有熱情 我們想要知道那個故事的內容 所以不用一次就 把所有的菜都吃光 先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有更多精采的故事 因為今天內容看嘛 對 好 阿妹 請坐 阿妹要請坐 你來送卡通人物法庫 小偉此人不願受控制 這個是要送給小兒子的 謝謝 卡通人物法庫 卡通人物法庫 這是畫小兒子的 卡通人物法庫 那這個要送給小兒子 你是不是很了解我 你知道我愛戴法庫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覺得貓的那個耳朵應該髒了吧 很瘦 那個小兒子可以試戴看看 哇 他喊Pika… 他喊Pika… 我以為要被你控制 他喊Pika… 好了 妳覺得 你比較適合來這個位置 我可以給你交換啊 沒有… 難得站在這邊就要趕快上來 你要試一個嗎 讓一個來賓給KID 我看看KID怎麼樣 好…來… 好 第八名… 來 好 我們先來 在這邊多入中文市場 好厲害喔 真的耶 好 鋪魚得水才可以 好了 妳現在…妳現在在那裡 妳要聽KID給妳 OK 指令 好 好 那現在請漢典幫我們揭開 第八名好不好 第八名 對 來看一下 第八名 請看 什麼 你在幹嘛啦 你在幹嘛啦 你在幹嘛 做都做不好 算了啦 都看到了 算了啦 都看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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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 好了…再一次… OK 對不起 我們的助理主持人 有點差 再一次喔 他失控了 好 失控 好 請看 網路 你在幹嘛啦 你在幹嘛 你很難 你們連累都 好 算了啦 都看到了 算了… 好了… 算了 我們全部要對好了 好了 第八名了 我們歡迎李慧君 歡迎李慧君 謝謝 好 這邊請 好 哈囉 慧君 你好 我這是第一次看到慧君耶 慧君本人 因為我之前在電視上 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很想要親自的 見見他本人 現在見到了 真的還滿像的 你們兩個應該要站在一起 我今天看到他 我還是感覺很熟悉 我真的好像看到我妹妹的感覺 對啊 李慧君 李慧君 你是不是希望觀眾漸漸淡忘 你跟漢典相似這件事啊 如果可以的話 不過 只要漢典這名字 應該會跟著我一輩子 應該會 到現在還跟著你嗎 這件事 對 對 因為這是他第三次上康熙 他現在還會把他 因為來越多人認識你 因為你今天又來一次 而且又穿紅色的 很配耶 那你今天要來上康熙 你有考慮不要上嗎 其實沒有耶 還是來 對啊 就是好玩 你老公現在… 你老公現在看你的眼神 有不對勁嗎 不會 但是他老公今天看到我的眼神 是有一點不對勁 今天誰看到你都不對勁吧 好吧 那我們先問到這邊 對 後面還很多 OK... 先讓他回去說話 來...先請坐 來...換回來... 現在是第幾名呢 我們來看一下 是第八名 第七名 第七名囉 接下來KID幫你揭曉 第七名 你是在看這家攝影機嗎 對 OK 他有在看嗎 因為我覺得他眼睛好像是換勝的 沒有...我是在看 因為我不好意思在看你們兩個 因為前幾年我一直看S姐 她說 不能看太久妳知道嗎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七名 KID幫我們介紹一下 第七名爆猴數的是 歡迎楊石修 歡迎 我知道他 妳看過 一樣 而且他好像也有去過大學生 有 去過一次 所以對他印象很深刻 所以常常上節目就是 有... 主持人 我有疑問 楊石修是模特兒耶 但是他被大家注意到的是他的舞技 楊石修 你之前來過康熙 是以模特兒的身分來吧 有一次是模特兒 一次是球類帥哥 是 對 所以你把自己當成演藝圈的人嗎 也不排斥啊 有演過戲了沒 都是零演 零演 對 哪一種零演 長這麼高的零演會搶戲吧 我演的都是在旁邊被刺死 或是被踢上的 對 這樣好不划算喔 沒有活下來的角色嗎 沒有 我演過的通常都是保鏢 在女主角旁邊的保鏢 請坐 請坐 還要繼續嗎 沒有 因為今天很多人啦 今天很多人好不好 好 我們還有六個 KID幫我們揭曉一下 第六名是什麼 好的 第六名是我們的 另類職業Mr.許 好 另類職業這個 是上次有一個 好像有十大 十大比較特別的職業 然後她的職業呢 是這個 因為一般來講都是清潔阿姨嘛 對 那她是清潔的一些帥哥 因為聽說她本身有強迫症 而且聽說現在要跟她預約大嫂 好像要排半年了 然後她有各自不同的國家 都要預約了 講到這邊 觀眾朋友心裡面癢癢 到底是多帥的一個帥哥了 歡迎這位Mr.許 Mr.許 嗨 妳好 因為我那一集剛好不在妳知道嗎 那一集我剛好也不在 對 跟我的想像有點落差 你把它想成更帥嗎 我把它想成很高大 很帥 然後肌肉很健壯 有被S姐之一帥的這件事 帥度的部分 對 因為她應該是不算帥哥吧 是有型的人 你那個預約的 誰預約你啊 就是網路上的那個客人 你排到明年了 我如果認真接 可能接到兩年以後 真的嗎 對 那你為什麼說姐可以排兩年啊 對 可是你應該有旗下的員工了吧 就是上了康熙之後 可能就是預約... 然後約到兩年之後 可是我工作比較忙 所以就是可能先接半年之後 所以你還是沒有把清潔 當成是你的專業 對... 對... 誰會約清潔兩年後啊 他怎麼知道兩年後要清潔 對啊 可能就是一堂五堂 像地球末日的五三堆之類的 我覺得他那個2018年會很髒 你要不要來質疑一下 沒有 客人... 客人覺得如果...他願意等 然後就是可能... 我說可能兩年以後 他說他也願意等 但是你去打掃的時候 你都穿什麼 穿個背心啊 然後... 會穿得特別少嗎 還是... 因為可能夏天啊 比較熱 我就是穿個背心這樣 好 好 好 先請坐 OK 好 謝謝 謝謝 麥克風先收一下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到前五名囉 好 第五名是 阿飛 部落客 菸菸菸阿飛 他好像有改名是不是 他改名原本叫子宮頸菸 然後後來改名叫菸菸 就是那個樹懶專家啦 對 他畫很多一系列樹懶的 很可愛的插圖 對 阿飛也是一個插畫家 對 而且聽說講話非常有趣 我們馬上歡迎兩位出場 阿飛 OK 祝你很快樂 阿飛 來 往前… 今天有帶一些禮物來嗎 這是要送給小S跟康勇嘛 謝謝 好 來 過去掃 這是畫小S是皮卡丘 然後康勇也是皮卡丘 這個要送給小S 你真的很了解我 你知道我愛戴髮褲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覺得貓的那個耳朵 應該髒了吧 很小 嫌你到太久 那個小孩子可以試袋看看 要大喊皮卡丘 皮卡… 大喊皮卡… 大喊皮卡… 我為什麼要被你們控制 沒有可惜… 謝謝你的禮物喔 謝謝… 那阿飛送什麼呢 其實我不知道要送那個 其實我不知道要送誰 不知道要送誰 不知道要送誰 很有個性 這個是什麼 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的創作 因為就是我覺得就是這樣 這是什麼 我看一下 這是康勇哥 康勇哥嘛 為什麼要穿內褲 這個人穿內褲 然後他就說 親愛的 不要再為難他了 你也穿那麼多 其實重點是這個 這個是誰 是你 是你 先不要… 先不要 我房間只開三角 才三個小時嗎 對啦 因為我們當然是要把那個 時間都休息完 所以要三個小時 這個 之前我的一些新聞事件 也算是他滿用心的 滿有創意的 你怎麼去那邊了 憲哥 你要不要吃 肌肉鬆拾劑 我有 因為我感覺你這邊好像滿緊 來…我感覺 放鬆一下… 對… 好…你太緊了喔 不要壓力很大喔 那聽說…好像譬如說 路上有人叫你的時候 你要…你都怎麼回應他們 我上次有一次不經意的回應 就是叫我的人 可是我那時候 我回神過來才發現我那時候 為什麼會回得那麼奇怪 你回什麼 就是很奇怪的蠕動這樣 那他是說你是那個阿伯嗎 阿伯 嗨 然後我就走了很遠 然後我想說還是要給人家回應一下 然後我就 不是… 所以我們以後叫你阿伯 你就做會這樣嗎 做會這樣叫那個 吳夢打散訴的對不對 對…好像有一點 那種吳夢打散訴的感覺 好 你先坐 乖… 來… 謝謝 無名中 自放年紀 曉威斯的老英文提升水準 歡迎吳大哥 哈囉 厲害 厲害…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五孤阿伯嗎 我也是當年的那個經典五孤 是你有小孩喜歡我們嗎 對 我從小就聽你的歌長大了 然後 同年歌 你可能 珍惜… What's wrong with your face 什麼 為什麼要跟他繞音樂 對 我太真氣 我想要繞音樂 前一年在介紹別人出場之前 就把所有該講的事都講光了 令別人沒有想要期待的事情 就跟他的人生一樣 就是 因為你一講完我就不想要看 那個排行榜是誰耶 但是我很好奇 謝謝 你也是一個傲人 你這句話 謝謝 提起來那氣氛 謝謝克思哥 好的 現在氣氛很懸疑喔 很懸疑 到底第四名會是誰呢 對 我們這個票選 是網路上有好多的網友 五千多個 五千六個 不要再講五千多個人 對 第四名到底是誰呢 我們好想知道喔 對 小年夜回娘家 第四名票選的素人是誰 到底是誰請看 請問我先小朋友 到底是誰 第一個字 王 什麼 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 來… 王選什麼 再來… 看… 看 王選人 王定文 Oh my God 王定文 Oh my God 確保這個名字 王定文 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等一下 她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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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哈囉 定文你好 是帥的… 來 往後一點喔 我覺得Kiss是很好的主持人 我還OK喔 帶著那個氣氛有沒有 也很會掌握節奏 有… 剛剛懸疑表 就讓她有一種懸疑的感覺 有… 你能夠相信LuLu剛才那邊自言自語說 現在好緊張 好懸疑喔 就是我不能夠相信 有主持人自己描述 可以 我相信 而且LuLu最在乎的事 就是五千多人的事耶 她真的很在乎 因為觀眾朋友要接收到這個訊息 你必須要… 對 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又邀請出來一位 好像也是演藝圈的人 她不是素人吧 是模特兒吧 對啊 所以她上次來參加是 是那個盲選人嗎 聽說你跟你配對到的那個人選 她是你的前女友嗎 對… 所以你那一集是真的不知道說 她來 我知道她來啊 但是她知道嗎 她可能不知道吧 但我以為她知道 所以我想說 就是她故意弄我 就是聽出來認識的弄一下這樣 就不是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我在場 我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怎麼可能會聽不出 你前男友的聲音 等一下會播放那個片段給觀眾看 所以你現在播放自己一個人 自言自語說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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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語音 對 陳文婷很喜歡講說 那集我再不再唱 OK 再唱這首八片 請坐一下嗎 沒有...我坐 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 大家好 不是 拜託你好不好 心靈快樂大家 OK 先請坐 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KID 幫我們揭曉前三名 請先揭曉第三名 第三名喔 來 第三名是我們的 明星T3小不點 歡迎小不點 哈囉 小不點 嗨 哈囉 嗨 S姐好 我來了 好 她上次來那一次真的很可愛 妳有那個 後來回去之後應該也是 就是以爆紅嘛對不對 就好像有上頭版是不是 有 有更多 妳上次來是什麼生產來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 S姐的替身 可是我剛才看資料 我覺得妳有在諷刺我的意思 沒有 因為她有說她上完那集之後 她發現 她很少在接到 以我的替身這個角色來當工作 所以她眼下之力 妳覺得是什麼 因為她自己可能是客戶看到了 她上康熙之後 是 他們覺得有更像S的人 可以當妳的替身 所以就不再找她了 她絕對沒有再諷刺說 妳的廣告量變少 那妳跟我講 所以妳也有這個感覺對不對 妳在看腳本的時候 妳最近代言超多的 誰會感覺妳廣告量減少 可是她講這個話不就是說 我現在都沒有接到代言 所以她工作量減少嗎 我認為她講那個話是因為 她想要擺脫提升的身分 她想要當她自己 所以妳那段話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怎麼了 妳是不是在這邊講 沒關係 小不點事 妳是真的對不對 就是說妳現在當她提升的機會 減少了嗎 對 沒有啊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在工作 所以就有一段時間 就沒有接到這樣 了解 不過我覺得妳今天變漂亮了 謝謝 妳做了什麼 沒有 是加了瀏海嗎 剪了瀏海 剪了瀏海是不是 還是假睫毛貼得比較多層 上次好像比較素對不對 這是有貼睫毛 有 上次沒有 今天有更漂亮 所以妳想要鄭重的 擺脫小S的替身這件事 不會 怎麼會呢 但是我讀到一些資料 妳好像有拒絕說要當 請問妳去哪裡讀的資料 是高官嗎 高官講本 不是說用到資料 這麼嚴重的字嗎 對... 現在是走投無路的意思嗎 沒有啊... 沒有所謂的走投無路 有啊 那氣氛又盪掉啦 好... 盪掉我們就先請她坐下來 對 要不然先請坐 先請坐... 謝謝 好的 很恐怖囉 快一點 妳是不是只要走投無路 就會捏西裝的臉口 這是很害怕對不對 像妳可以發現 我布這個局布了三言之詞 手背後面... 在這邊這個喀真的很難 但是我今天的喀有不一樣 我今天有不一樣 不一樣 可是還是很爛啊 沒關係 有進步就好 OK 沒有進步 那就... 你不要被嚇到… 不要… 不能掉進他們的介紹 我們兩個要加油 我們看著彼此就好了 好 不要這樣 好 接下來我要看的是第二名囉 Kina 麻煩通介紹第二名 第二名是 運獎司機吳敏超 歡迎吳大哥 大家好 你好 這是五棍阿伯嗎 來...這給你 這支給你 你好... 沒有 這個是那個... 那個SOS當年的那個經典舞步 這是哪一首 下課十分鐘的戀愛 有一點端餐 有一點端餐 所以先生是... 是你有小孩喜歡我們嗎 對 我從小就聽你的歌長大的啊 好 Get up of here 沒有... 我相信你絕對是比我女子 我感覺你不是已經五十幾歲了嗎 剛好我小女子 我跟你好像是同年級 同年級 好 不可能 真心 對 我太生氣我想要去哪裡 所以 聽說上一次來的時候 沒有見到小艾斯本人 對啊 我上次來沒有見到小艾斯本人 我真的是很傷心 對啊 上次是那個後住姐來 你上一次來節目 真的是抱著要見我一面的心情嗎 對...我這次也是啊 所以見到了你又覺得怎麼樣 沒有 因為他好像那個 因為他好像那個 因為問了這是要來進S級 然後他自己在家裡有練習你的歌 對啊 可是因為那個製作人就說 時間可能太長了 所以就...就堅持掉了 我覺得時間真的夠了耶 可是我就沒有練習了啊 你就後來就沒有練習 對啊 製作人就說沒有... 對啊 那是你當年 那個招牌姿勢 好 今天很高興見到S本人了 歡迎你請坐 謝謝 謝謝 太陽就受不了了 歡迎你請坐 好的 那麼到底 懸疑一點 懸疑一點 到底 第一名會是誰 爆紅的第一名 今天要回娘家了 到底是誰呢 好 我們揭曉第一名 好 第一名是我們的本土帥哥 阿翔幽靈舉起 來 各位 帥哥 好 好 哈囉 一個舞團 氣勢很不一樣 跟大家打聲招呼 你們有沒有團名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橘子 嗨 嗨 好 換你 我叫幽靈 佳太佳 來 女生 愛你喔 我叫阿翔 對 他們三個是那個 之前來參加我們本土帥哥 就是很多台客 他們是三個是滿有型的 網路的討論度 也是非常高的三位 剛才這位說 你說加菜加賴 沒有 他就是講這句話 所以爆紅 他在夜市白灘嘛 很多男生喔 或者是這個 要跟女生要賴的時候 都會用這一招的 現在 這個變成一個流行語 對 差不多新招了好不好 有沒有 還有什麼新招 幽靈 魯魯… 魯魯跟妳朋友 男朋友是嗎 好 老闆我要點菜 小姐 你好 我們這裡有勤人 妳…這裡有勤人 妳有興趣嗎 我…妳要做什麼工作 勤老闆娘 老闆娘 包吃包吃包味 妳有興趣嗎 老闆娘是妳嗎 老闆娘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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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興趣嗎 有其他的老闆娘嗎 沒有 老闆娘就是我 妳如果沒有 要不然還是 沒有 這個有興趣… 沒有啦 老闆娘有壞的老闆娘嗎 竟然會比較嚴重 妳這樣我 這個啦 我還要滾過去呢 妳還有白膠嗎 有 還有白膠嗎 妳電腦… 盡量電腦嗎 要賣什麼 賣什麼 賣妳的未來啊 賣什麼 賣妳的未來 要賣嗎 要賣嗎 要買妳的未來 妳還有白膠嗎 有… 妳不動心耶 這都不動心喔 我煮的東西很好吃 這個阿佑斯耶 真的我煮的酸辣湯 有一種戀愛的滋味 有一種 白鳳 我覺得應該請他回座 說不出來 那個感覺在什麼 等一個時間 等一個時間 好啦 但是我覺得 他們三個其實真的滿用心的 他們為了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他們昨天練到 練舞練到半夜 差點被警察抓走 對 沒有 為什麼 這次有人報警 說我們太吵 好 那就先坐好了 謝謝 這件事情 先從明星年大進 和他小惠審提出不合理歡迎 說上完那集康熙走在路上 大家是真的又在幫妳當退 對 對 那個印象最深刻的動畫 但是我回去看一看 稍微看他故事 所以沒有你看到要叫公公 對 你看旁邊內衣也會覺得很想落淚 怎麼一起經歷很多次的感覺 對 我看到他要站起來 黃靜敏跟孫 孫都在沒有一起經歷 好的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看一下他們的爆紅的VCR 我們從第十名開始看起 第十名剛剛是那個明星臉 明星臉 曾建勳和謝承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當初上康熙的片段 請看 沒有… 背影超小 背影超小 1 2 3 請轉過來 還不敢把椅子拿進來 怎麼讓院長站那麼久 院長做院長 是誰把椅子交還給院長了 要把椅子交還給院長了 要把椅子交還給院長 交還給院長 1 2 3 請轉過來 怎麼那麼像 謝謝… 你可以站起來嗎 可以啊 更像耶 連身高都像 你可以演講嗎 可是你如果去探望老兵 他們應該會輸吧 真的耶 看到自己的長官了 老兵可以佈置一個託夢的情節 對啊 老兵以為他夢見過 對啊 有好多話要跟你說耶 他應該是來抗氣地位最高的 還反正像王津平那個不在 不然他也好像 要聊那個黨的黨史 王津平就住在永和啊 就鄰居啊 你們是鄰居嗎 永和的民眾不會壓力很大嗎 對 又有院長 又有國務 好可憐喔 你們兩位是鄰居啊 真的嗎 所以是什麼時候發現 彼此是鄰居的 去參加一個那個另外一個節目 所以本來在社區沒有遇到 沒有遇到 是聊天的時候才發現的 在那個參加另外一個節目 也是明星年 是 我們才知道是鄰居 所以曾先生你本來的工作是 我做部 在迪化街 迪化街的部老闆 沒有… 所以你說上完那集康熙 走在路上大家是真的 又在把你當成王津平嗎 對 還給你一句 那個印象最深 但是我回去看一看 稍微看他故事 所以以後你看到要叫公公 叫爸爸 曾先生你去店裡面吃東西的時候 真的有老闆誤以為你是 王院長本人嗎 有 那你沒有否認嗎 因為既然加菜我就點點 不好意思 但是我不怕去啦 我不敢再上去吃啦 是 是參加你的同學會 還是太太的同學會 太太的同學會 太太同學會 然後她的同學都不理她 直理你喔 認識她 認識我 是因為你太太走中了嗎 因為我這個大姓好賓 比較熟人一個看就知道我 太太不是很失落嗎 不會啦 慣性 慣性啊 這樣講對嗎 對啊 在山上 大部分都人家都跟她照相 是 這習慣都是陰氣的 所以 今天有同意你再來一次公司嗎 沒有人我自己注意就好 我…這樣就會喔 不用喔… 很大喔 大男人喔 你看到旁邊那位 有沒有覺得很想落淚 國父喔 你們一起經歷很多事的感覺 國父喔 我看到她要站起來 她跟孫中丹沒有一起經歷 她跟孫中丹沒有一起經歷 謝謝老闆 是 水族館開了30年 是 所以一開始就是這個造型 還是後來漸漸演變成這個造型 開水族館5、6年以後 就有這個造型 平常會接其他表演的工作嗎 沒有啦 很少 所以還是要專心顧水族館 對… 應該是30年了嘛 以兩位的人生歷練來康熙之後 應該生活上沒什麼改變吧 沒有啦 我還是我行我輸 我還是藍白拖 牛仔褲 最後去逛菜市場 是 曾先生呢 自從上那個你們的節目 你們是歐美比較多 以前的節目是在台灣比較多 但是你們的節目是年齡比較低 年齡比較年輕 所以我女兒在美國看到 那個是我爸爸 然後他嚇一跳 OK 謝謝 對 瘋狂也不能亂認 他很喜歡看不見那種影片 對 OK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看一下第九名的 阿喵的影片 請看 好看喔 好漂亮喔 你這種外型當護士 所以那病人不是很容易就 我們就是你知道 再次振奮起來嗎 你喜歡祖雄這一型的嗎 可以啊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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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是care器官吧 器官 就是肌肉它會覺得 所以你要祖雄板肝臟 肝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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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 可是肝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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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一起之後 還是沒有人要請妳當明星嗎 沒有啊 甚至有廣告都沒有人去找妳嗎 很少 所以還是有 一點點 妳不想要... 不想要放掉護理工作 我...就對自己比較沒自信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表現自己嗎 就是比較害羞一點 我很可以啊 要有自信 要有臉 所以上過康熙之後 最大改變來自臉書 還是在醫院裡的工作 臉書比較多 發生什麼事 就是網友會留言給我說要做朋友 或是寫信到我醫院 希望我回覆這樣子 信的內容是什麼 我沒有帶耶 就是說希望可以做朋友 就介紹他自己啊 或是和我講一些心情 或是說天氣變冷了 都穿衣服這樣子 關心的問候 妳都沒有接受嗎 沒有接受他們的 我沒有回信啊 會不會有人... 會不會有人故意覺得他 故意演生病要去看妳 對啊 假掛號 對 假掛號 可是我在家戶病房耶 不可以見 那個不重要 不是 他把手還放一點 家戶病房的意思是 其實一般病人見不到呢 就是算重症啦 比較危急的病人 妳剛剛進場的時候有提到說 育友也會寫信給妳 所以他們的出發點是 因為覺得妳很有愛心 就是說要跟我學習啊 他們會改過啊 向上這樣子 OK 妳有回信嗎 沒有耶 所以今天在康熙就順便 可以謝謝他們寫信給妳這件事情 對啊 謝謝他們 希望他們也加油 OK 好 接下來要繼續看下去啦 就是2014年 剛剛是我在Q主持人嗎 是 什麼 對不起 2014年爆紅的素男回娘家 素男 素男 回娘家 我們來看一下第八名 剛剛是到第九名了 第八名呢 我們再回顧一下是那個 像漢典的一位 捷運女模李慧君的VCR 請看 真的李慧君 人沒有像照片中那麼像啦 謝謝妳 謝謝 很不像耶 超不像 妳的男朋友有沒有說 寶貝妳長得好像丞翰點喔 她說 她有說過 但是她說 妳比丞翰點多 沒有 沒有 有差嗎 構造... 所以如果不是構造的問題 臉是一模一樣嗎 其實不太一樣啦 因為我老婆的臉比較精緻一點 妳本來不是想把這件衣服燒掉嗎 對啊 因為我 妳剛剛在講 妳們兩個一起燒掉嗎 不是 真的太像 今天KID是最想要見到她本人 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怎麼可以那麼像 然後我就很想見到她本人 但是我看到她本人的時候 我又不知道說該笑還是不該笑 可是其實本人沒有照片那麼像耶 不會 我覺得超級像的 沒有 她有一點那個名嘴笑的時候 就很像 可是本人還是有女生的漂亮感啦 是 請問這個對妳的工作有幫助嗎 有人會想要拍一個 丞翰點專輯然後找妳去 還是 誰會想要拍 怎麼樣 我還沒有過世嘛 幹嘛這樣 我還沒有拍啊 怎麼樣 對不對 請問妳先生上康熙 那個短短的時間 也害她被認出來嗎 對 她現在的外號就是被叫 帥老公 帥老公 所以網友覺得她很帥 對 滿帥的喔 所以她自己有高興這件事嗎 對 有 那今天再來一次恐怕 這個災難會再延續一點 對 沒錯 可能還會 那妳已經接受這個命運了 就 日子還是要過 OK 謝謝妳今天又來 謝謝惠君 謝謝惠君 好了 去惠君嘛 對 我們要有問題 這是什麼情況 開回良家 我們要有問題 我們要精神一點 精神 活力 謝謝惠君 但是我要講 在這邊真的很難 我們如果很正常講話 譬如說 因為我有時候想學看我歌 就很正常講話 然後就是會變得沒有靈魂 對啊 做自己 然後想要Hold住全場的感覺 對 好 坐好 好 我們剛剛看完了第八名了 對 要繼續看下去 要非常勇敢來繼續看下去 讓主持人這樣好不好 就是等一下看完影片回來之後 我跟S就暫時不問喔 好 所以你們兩個要試著Hold住全場 好 其實我現在也覺得說 那個VCR很好看 對啊 VCR可以剪長一點嗎 VCR可以多一點嗎 對 不只一個 我們不回顧就好啦 幹嘛還要請他們兩個來主持 就一年一次你就容忍一下 小年夜 讓大家看一下 好的 我們繼續要看 我們看VCR的時候記得看 我們訪問的時候 再去冰箱拿東西 沒錯… 好 先看VCR 這個是第幾名嗎 第七名 請看 運動完之後 總是讓我全身舒暢 男生就是要過運動 才能散發出性感內力 好厲害 屈服於那個 我們康熙去怎麼跟球衣 對啊 怎麼屈服於那個 所以要看妳洗澡嗎 跳給這幾個女生看嗎 好可愛喔 好有一點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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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 好可愛喔 來… 來… 快把酒線給我 還有… 還有… 腦中現在有新舞步 有 可是我音樂沒有準備 沒關係 你就空跳幾跳 空跳… 5 6 7 而且她剛剛那樣叫損玉 還要老背笑前面來背 為什麼… 為什麼要跳舞 這個也不能… 這個也不能讓給妳 這個也行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很香耶 她為什麼… 她為什麼要跳舞 為什麼 重點是拉拉 那兩個到底要意思是什麼 楊石櫥妳為什麼要跳舞 誰告訴妳妳應該跳舞的 楊石櫥妳不會今天又要跳吧 有 我有準備 妳還要跳嗎 為什麼 你們是不是跟我一樣期待 楊石櫥的舞技 能否再創經典呢 又會有哪些報銷內容 都在下集的康熙來了 下集結束